今天是周末,佩奇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决定先给自己DIY一双漂亮的靴子 每个颜色都很好看,不过佩奇还是最喜欢紫色了 靴子上面还要印上漂亮的花纹,就选这个小爱惜吧 再贴上乔治最喜欢的恐龙图案,还有佩奇最喜欢的小鸭子图案 漂亮的靴子就做好了,接下来再挑选一套漂亮的衣服 快看呀,这些裙子都很好看 不过佩奇试来试去,还是感觉这件戴翅膀的新女裙最好看了 再挑选一顶漂亮的帽子,就选这顶吧 上面全都是蔬菜和水果,饿了还能吃呢 最后再拿上佩奇最爱的泰迪,就可以出发了 佩奇决定先和爸爸妈妈还有乔治去喂鸭子 所以他们要给鸭子制作一些食物 把这些食材全部都放进碗里面 然后再搅拌一下,搅拌成形之后把它倒出来 最后再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这样鸭子们吃的时候会更方便 现在佩奇一家已经朝着目的地出发了 来到池塘这里,小鸭子们都排好队 不要争不要抢,每个人都有份哟 喂完鸭子之后,猪爸爸提议玩一个新游戏 那就是看看谁能从尼坑中找到最多的东西 快看呀,乔治找到了一只大螃蟹 后来佩奇的小伙伴们都赶来了 他们在尼坑里又唱又跳,可真开心呀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了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兔小姐在月球上开的商店 佩奇想买一只泰迪玩具 两只草莓口味的冰激凌 还有三杯巧克力口味的咖啡 不过兔小姐商店里的东西也太杂乱了吧 想从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找到想要的东西 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经过一番努力,佩奇找到了所有她想要的东西 今天不仅为了鸭子和小伙伴们跳了泥坑 还买了很多的玩具和好吃的 佩奇真开心呀,可真是一个愉快的周末 燥丝 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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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